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兰分会 与历史分会的秘书长都亲自也写了信给我们的总统 透过这样的行动 派总统可以使用他的权利 让邱和顺所面临的不公平审判的人权的心态 可以早日获得自由以及获得他的人权 Dear President of Taiwan No one should be tortured No one should be tried unfairly No one should wait 33 years for justice I urge you to use your powers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uphol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 that Taiwan is obliged to implement and to accept truth petition for pardon after 33 years 33 years of injustice 这几年死刑冤案陆续的平反 正是台湾确实存在冤案 我们应该勇于面对过往冤出案 共同维护司法的程序 公平正义 在过程重审之前 是谁以团所呼吁的策则 死刑跟其他所有的刑罚 有一点是不同的 就是死刑是执行了以后 就没有办法维护的 邱和顺虽然被判除死刑 幸好这个死刑一直还没有执行 万一死刑真的执行了的话 我们恐怕就不是在这里为他发言 而是在这里为他上下 邱和顺虽我觉得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 即使是死刑这样严厉的判决 他仍然可能会出现误判 他仍然可能是用这样草率的程序 用这么薄弱的证据就判除死刑 刚才国际托作主持的女士长 在他的影片 最后讲33年的证议 我想这个案子最好读解 大概就是这句话 警察原本应该是要捍卫法律秩序 但是警察把自己当成的法律 各种可以证明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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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朋友 办这些案件的证据 却在法官面前会逐次了 法官愿意使用刑求所取得的自担 却不愿意去面对那些可以证明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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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证据 希望总统 我也相信总统 必然能够回应台湾社会 以及国际社会良心的部分 这次的增盘活动 都是很多年轻人用天服病不太常 人字 文理流暢 润理清晰 能夠讓你很快地掌握生活室案 裡面到底充滿了什麼樣的問題 它就是一種我們稱之為結構式暴力的受害者 這些因為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他們幾乎非常可信號就是女主人 像個幾層之人 我回覆去看這個 不是只是將這樣子的結構式暴力的問題 揮救給國家很少而已 它其實是我們共業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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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ừ Löwen